根据外国媒体明镜月刊报道 因为牵扯殷伤海武的命案而遭到软禁的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 因为心脏病发日前住进了北京301医院 根据了解软禁中的薄熙来并没有被迫带上刑具 能在住处内自由活动 近亲也可以在限制下探视 6月时就传出薄熙来因为心脏病住院 日前他再度病发被紧急送回北京 再度入住中国高干专用的301医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